50万伏的高压电到底有多雷元 就连铁人体质的公本五脏都被它电成了透明体 用它电死普通人只需要一刹那 而公本五脏又能强撑多久呢 经过昨天夜里的一场大战 第二天德川府的大门被警员围的水泄不通 行政科紧接着迎来大换血 因为前一组老员工全都进医院了 五脏砍杀数十人后潇洒离场 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重大新闻接连爆出 公本五脏成为东京头号通缉犯 对此任牙表示非常可惜 只怪五脏先生太过孤独了 他从四百年前的战国时代突然来到现代社会 身边没有任何亲人与朋友 不理解别人的行为和现代规则 最后只能一路黑化走向社会的对立面 可战斗只是他排解孤独的方式 此时的五脏已经在东京城里游荡了一整天 大晚上想找个桥洞歇歇脚 谁知刑警队长再次找上门来 再次相见时对方已是独眼龙 手下败将居然还敢朝五脏叫嚣 只因队长这一次做了两手准备 桥面上一百名特警严阵以待 自己手里还有一把左轮护身 虽然枪法有些逊色 但是这么近的距离绝不可能打空枪 眼看对方战役十足五脏先是一愣 随后就叫他报上名来 剑圣不杀无名之辈 既然是决斗那就要用性命做赌注 倒数三声念完之后 传说中的五道出现了 眼前活生生的人居然凭空消失 吓得队长手指一抖直接凑下了扳击 与此同时五脏顺势挥出一道空铃斩 这一刀已经锁定对手必无可避 细小的伤口迅速扩大从头顶裂开到裤裆 就连手里的左轮也被整整齐齐切成两半 特警听到声响连忙过来支援 然而现在已经为时已晚 只见五脏将半只左轮甩到警长手上 这将是刑警队长最后的遗物 人已经被我杀了 你们又能拿我五脏如何 警长闻言瞬间大发雷霆 反手就招呼下属把压缩橡胶弹搬了出来 这类子弹的冲击力堪比投掷失求 一旦命中非死即伤 砰砰砰三发炮弹对着五脏射出 坚硬的压缩弹才刚刚靠近五脏周围 下一秒竟然直接在斩机下裂成两块 仅仅一刀就能劈开三颗压缩弹 恐怕远程武器已经对五脏失效了 幸好警长这次多做了一手准备 专门从火警队那里借来消防车 即使剑胜在墙也斩不开水柱 今天五脏算是遇到麻烦了 随着警长一声令下 车顶的高压水枪立即开始大量喷射 巨大的冲击力能够把人当场吞没 见此情形五脏选择暂避锋芒攻其不备 轨道一开疯狂走位 一路闪斩鹏挪跳到消防车上 谁说水柱不能被刀斩开的 今天他公本五脏就做到了 双手合一只十无名惊重达到力量的巅峰 这一刀斩杀不仅劈开了高压水枪 顺带着还将整辆消防车一分为二 只一人就能抵得上一支军队 这就是剑胜的恐怖之处 特警吓得愣在原地不敢动弹 死死握着防爆盾牌生怕横死街头 此时警长掏出了压箱底的态色枪 这就是制服工本五脏的秘密武器 比起原装款他的电线延长到了十米长 电压提升十倍到了五十万伏特 杀伤力超级加倍 就在触电一刹那五脏的灵魂仿佛直通天堂 甚至全身的骨头都看得清清楚楚 刚开始五脏还能抽出地折腾两下 到后来直接就倒在地上没了动静 眼看五脏已经不行了 属下赶紧出手制止警长 烧焦的五脏引起众人的好奇纷纷上前围观 怎料就在两句话的间隙 五脏一个鲤鱼打挺重新站起 杀不死的五脏又回来了 原本一脸神气的警长立刻陷入呆滞之中 全身吓得直哆嗦就连裤裆都打湿一片 五脏不多废话起手就是一刀 伴随着一圈美妙的弧线 警长的人头直接落地 这一手杀鸡警猴着实把人吓得不轻 看着凶狠的警长当场横死眼前 谁都无法确定五脏是否会再次出手 突然间五脏一个爆起冲向持盾特警 只见一道荧光闪过 特制的防爆盾牌弹指尖碎成六块 特警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群龙无首的特警队已然成为一盘散沙 要不是五脏及时提醒 他们甚至都忘了给警长收拾 五脏抬头仰望天空满脸愁容 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随后他对着眼前众人大喝一声 不想死的把路给我让开 一百个喝枪实弹的特警 竟然拿五脏一点办法都没有 五脏仅凭一己之力便战胜了一个国家